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PV8新特性技术行业这门课程的第38集 那么从第38集开始的话呢 到第41集 咱们的第8章里面的东西呢 我们主要要讲一个东西 就是从PV8开始呢 大量的资源类型开始转成对性Object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Resource 现在大量的这种资源类型全部都开始迁移 往哪开始迁移呢 往对性身边迁移Object 但是呢 在往对性身边迁移的时候呢 因为这里面迁持的动作 这个第8章迁持的动作非常大 对吧 像之前的话呢 像之前的话呢 你有些东西你可以逃避 你可以不用 对不对 你可以用旧的方法 但是第8章里面的话呢 这是要圣经冬古了 但是呢 第8章的话呢 也就是说PV8里面也考虑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虽然资源这个类型的话呢 在内存回收啦 包括内存预出方面啦 都很难控制 都很难控制 而且官方的话呢 在大量的快速的再开始进行迁移 但是呢 在迁移的过程中 你的使用的方法都完全不发生变化 你是没有感知的 只是类型变了而已 不然的话呢 这圣经冬古上的有点大了 为什么 如果说就冲第38集 那么所有的网站呢 但凡是用过图片处理和图片验证码的 那可能都会出问题 不管你是JD库 还是Emagic 都是要出问题的 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呢 我们之前最典型的一个东西 你比如图片处理 那么它返回的都是什么 资源 对不对 数据库连接 它返回的也是资源 现在呢 我们的PDO 它返回的全部都是对象 然后呢 图片的JD库呢 这种资源呢 现在呢 全部都变成了图片对象 明白我的意思吧 也就是说 它这一次圣经冬古的迁移 并不会让我们体会到这个圣经冬古 也就是我们 它只是背后付出了太多 背后付出了太多 明白了吧 PTP在这一点我觉得做得非常不错 每一次更新 它都会新加很多东西 但是呢 它也会兼容以前的版本 兼容以前的东西 除非我明确废弃 你不得不使 你不得不淘汰它 你不得使用 这才可以 但是呢 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们进入到第38级了 前面的呢 你可以选择新特性 对不对 你也可以选择不用它 你比如说我们的命名参数 你可以选择用命名参数 你也可以不用命名参数 对不对 但是当然了 它产生这个命名参数呢 它一定是一件非常大的好事情 而且它的顺序可以调配 而且呢 它的可读性更好 它的可背护性更好 包括它的 包括我们新产生的初解 这种东西确确实实是非常好 那就看你接收不接收了 是不是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今天的东西呢 第38级呢 我们就开始了 那么说白了 一句话 就是第38级我们要干什么呢 它的 我们讲这个东西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 很明显 就是第一个 因为PTP在开发的 PTP开发的成期的努力之一 就是摆脱Resource类型 它们很难处理 甚至在PTP8中也不提供什么 也不提供建入支持 也就是慢慢的就不提供支持了 第二个呢 PTPResource类型呢 PTP里面的Resource类型 它在垃圾回收中也无法很好的发挥作用 这导致了Resource注入之类的对性 会发生内存泄漏 会发生内存泄漏或者内存移除 第三个 在PP8.0中 一些成见的扩展 更改 已经从Resource对性 转移到什么标准的PP类 也就是全部都纳住到了PP类的体系 对吧 对性不就是类的体系吗 第二大点 那么大家呢也不用担心 那么在资源迁移过程的兼容性的话呢 它是无缝的 对吧 大家体会不到这种 大的动作和地震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对吧 也就是现在虽然变成了对性 但是在使用风法上 传参风法上 和保留了之前的Resource对性的一些语意性 对吧 它的语意上面和使用上面呢 完全保持一致 完全保持一致 看到了吧 这一点的话呢 非常不错 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就是说我们的图片啦等等一系列 对吧 它会不会发生太大的东西 那么有的人说 有的人在学习本集的时候呢 我在这个庭提醒一下 可能会出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GD的话呢 在我们的PP里面对付起来的话呢 一直以来都不是特别的顺承 当然你有经验的话就很顺承 没有经验的人的话呢 你可能编译好几次 咱们的PP环境里面呢 根本的原因就出现在这个GD库上面了 它不好对付 对吧 像现在的话呢 GD库啦 包括卡啦 像卡啦什么的 这些东西呢 都是PGP里面非常 对吧 非常平滑的一些东西 但是GD库这个人的话呢 在PP8里面的话呢 也很平滑 但是里面呢 在编译的时候 如果大家少了一句话 比如刚刚位子跟GP1G 也就是说他不支持GP1G 那么完蛋了 那么你的GD库呢 他默认是支持PNG的 但是呢 GP1G这个的话呢 需要额外支持 需要你加下参数 杠杠 对吧 位子 GP1G 才可以 这个东西呢 在咱们的课程之前呢 就已经说了 但是有的人 我说 就是为什么说这段话呢 因为很多人的话呢 在网上随便颠了一创 完了以后呢 康斯啊 PP8就开始编译了 并没有看咱们之前的课程 然后呢 就开始学习这一节课程 那么99% 你如果落下了 杠杠杠 杠杠 GP1G 那么今天的课程里面 你可能 对吧 咱们的图片是GP1G的 你可能不支持 它是必须支持的 不然的话 你的网站也受不了 你的网站上面 未来不可能 不支持GP1G吧 是不是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咱们当时的话呢 你看PBS店啊 咱们当时的话呢 专门说过这个事情 就是在GP1G里面 一定要注意 这些东西 我都给 我给大家一一读过 对吧 包括GPG 包括PNG 包括GIF 这些东西都一定要支持 都一定要支持 明白了吧 好 在编译的时候 咱们返回头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二帧里面的内容 咱们编译的东西 那很明显 这些东西都支持了 支持了以后呢 支持了以后呢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说一个东西 那么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图片 那么这里面 我专门用了两帧图片 来测试一下 我们最常用的东西 一个PG 一个GPG 我们来玩一下 那么首先 顺量的话呢 是它默认支持的PG 那么咱们都知道 Image 那么Course 点PNG 这是我的新课啊 就是里面介绍过的 就是在2020年底和2021年初 我们要完成的 这么几十门课 要快速的给大家打造出来 都是免费和会员免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是Image 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就开始了 对吧 OBG 你看一下 它已经变成了OBG 等于ImageCreate FromPNG 然后呢 到了Image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挖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可以看到吧 以前的时候呢 我反回的是什么 以前我们反回的是 根本就不可能是Object 对吧 它是一个GD Image对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ImageCreate FromPNG 它最后反回的是什么 官方现在的手刷 还没有更新过来 它明确的还是走的是什么 Resource 但实际上现在在8里面 已经发生变化了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其实已经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些东西呢 在手册里面还没有跟上 OK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先把 这幅图片打印出来呢 那也是无缝的 直接用ImagePNG 然后呢 把这个对性打印出来 它全部都是无缝使用的 看见没有 你的风法都不用发生 太大的变化 这是一个什么 PNG图片 对不对 那么完了以后呢 我们都知道 图片你要打印出来的话 你前面肯定要加东西了 你肯定要 告知浏览器 因为毕竟我们是在 Web上面了 对不对 ImagePNG 你肯定得告知一下呀 对吧 内容的类型是什么 这些东西呢 我们在很快 对吧 我们本周内 我们这套课程 就是说 咱们63级的 这门课程的话 基本上 基本上预计啊 不出意外的话 就会完结 后面的课程呢 咱们排上 排上一层的呢 有很多的课啊 包括咱们的 其他的一些 5.3 5.4 5.5 这些新特性的系列 以及这一系列的课程呢 大部分都是会员免费的课程 也都会陆续上线 而且速度会很快 好吧 来接着啊 咱们来看一下啊 所以说各位老司机 想睁大自己的双眼 怎么怎么怎么用 来接下来的话呢 咱们来验证一下 咱们的GPG是否合理 那么我们就首先 要把这里面的GPG 这些东西 都拿过来 当然代码的话呢 我在前面都已经 一一验证过了 都已经写过了 我代码 我肯定是要给大家保存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GPG 看它可以不可以 YZMEDU GPG 我们来看最后的效果 没有问题 看到了 如果说我们最后要保存 如果说我们最后要保存 那也比较容易了 YZMEDU下货线 下货线Alt.GPG 我们保存一下 是不是 来刷新 哦 发生什么问题了呢 发生什么问题了呢 我们来刷新一下 这问题都是一些小 对吧 都是一些小 小Easy的事情啊 你看Warning什么什么什么 FieldTo 也就是你要写入 要保存一个文件的时候呢 发现呢 没有写入权限 对吧 这权限的东西 咱们在Linux里面不是很 Linux里面权限这种东西 是必须要学习的 我相信大家都现在为止呢 Linux里面的权限的东西呢 大家已经学的都很棒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坚信啊 大家呢 这套课程 在学习本门课程之前 我推荐的那套课程 大家都已经学过了 Linux运维架构式里面的这一片 叫CenoS8 服务器基础片 这个东西的话呢 快的话呢 三五天就学完了 但是可以给大家打下一个 体系化的Linux未来的 一个进程之路 一个前进之路 不管你搞开发 还是搞运维 这套课程 都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明白了吧 这里面的话呢 权限都已经给大家 讲得非常的透彻了 我就不在这说了 授权怎么授呢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授过权 对不对 那我们授个权呗 反正这问题谁也跑不了 你总有一天要盛传图片了嘛 你总有一天 是不是啊 要生成缓存了嘛 比如说TP 为什么说很多网站里面 我们弄TP的时候都会报错 好多人解决不了 那不就是Linux最基础的东西 权限东西吗 解决一下不就行了吗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什么HTML 我们很明显 它肯定没有权限 你看肯定没有权限 NJX根本就没有权限 那我们就授权了嘛 是不是啊 更MU 冒号NJX 通打HTML 对吧 以及未来的东西 对吧 以及未来的默认权限 我们都把它加上 这个时候呢 就有权限了 是不是啊 这个时候就有权限了 完了以后呢 接下来getfacl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HTML 你来看一下 果然是不是 Use NJX NJX是什么 NJX 为什么要对NJX收权 因为NJX 是什么 是我们此时此刻的NJX 和PTP的程序的进程守护者 进程守护者 此时此刻 是谁要问我们的硬盘上 HTML来写东西啊 是PTP 那么PP的进程守护者是谁 我们来复习一下 PP的进程守护者是谁 PP的进程守护者不就是 NJX吗 NJX它是进程守护者 它要拿着这个文件 我哪端 端到哪儿去 端到HTML下 端的时候没权限 你让它有权限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再让它端一次 这不就端过去了吗 是吧 端过去以后 这个文件有了吗 刷新一下吗 刷新一下有了吗 是不是 有了 是不是 YZMoutGPG YZMoutGPG 但是它在处理的过程中呢 大小可能发生了变化 这与它处理的机制有关系 包括它图片的清晰度了 你也可以提高清晰度 默认的情况下呢 它把清晰度压缩了 它把清晰度压缩了 就是我们的GD库 对吧 这也是我们的网站呢 可以少用一些空间 少用一些空间 OK 那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基本上呢 我们就都差不多了 基本上就都差不多了 是不是 我们来回忆一下 本篇最核心的是什么 最核心的就是 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的GD 我们生成图片的时候呢 它原本是Resource 现在变成了Object 对不对 变成了GDImage 这么一个对象 对不对 而且是无缝兼容的 这一点非常不错 你的网站不需要因此 发生任何改变 就可以正常使用 是不是 好 OK 本节我们就简单聊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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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